美国和伊朗的问题已经持续好几个月,美国对中东很多反美的国家都动了手,但是对伊朗其实是还有所顾及的,因为伊朗有核武器? 回头看中东的历史,会发现美国对伊拉克和顺利亚可没有这么客气过,这中间也可以看出一个国家拥有核武器是多么的重要,而且伊朗的军事力量确实是比另两个国家厉害,但是伊朗这次强硬的态度也是彻底远路了美国,再加上美国现在是特朗普市总统,这个推特总统下来就是暴脾气,如果再继续这样下去, 那么战争你一定是会一处几八的 嗯 嗯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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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